卫生福利部南区儿童之家 也希望能够肩负起照顾孩子的使命 卫生福利部南区儿童之家 以收容安置孤苦无一 或需特别保护照顾之儿童 收容量为148人 其中保护个案占40% 而孤苦无一及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之个案 则占60% 那这些孩子在我们儿童之家里面 他们都是比较算是失忆的孩子 那长久以来就比较少有父母的关心 那今天这个活动 通常我们孩子一般的孩子在家里面 比较有爸爸妈妈教导他们很多日常生活的礼仪各方面 那这一次的人文课程 取代了这个一般爸爸妈妈的教导 然后实际这一边就是以 最就是让我们觉得最优质的这种方法 教这些孩子体验 日常生活应该有的行为的利益 那一些查到花到这些人文的课程 让这些孩子从最心里面 学习到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这一些 那也希望今天这一些活动能够在孩子的心里面 有一个扎根 那让他们未来在社会上都能够以这个为基础 然后发挥最好的德性 就是说好话 存好心 做好事 将来都能够做一个非常堂堂正正的人 谢谢 这些孩子多数来自于家庭结构不健全 或是家庭功能失调者 有些伴随迟缓之现象 每个孩子背后都有一段心酸 值得同情与重视之故事 安置上给他们一个家的感觉 给他们更多的爱 十方新闻王天伦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